多谢母亲 你叫我什么 母亲 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母亲 母亲定会好好待你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不用害怕了 主儿 时辰不早了 大二哥该歇着了 是该睡觉了 明儿还要去尚书房呢 操操脸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睡安心觉了 睡觉吧 睡吧 母亲围着你啊 主儿 你怎么不谈了 皇上都不来 谈疲不给谁听啊 皇上宠您迟早会来的 皇上的一颗心都在延禧宫呢 这贤妃真是使来运转 这就得了长子 您有皇上的宠爱 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来 主儿 先喝口茶 好吗 主儿 您怎么了 不知怎的 这几日头晕目眩了 索欣 这些料子都不行 太闷了 永皇是男孩子怕热 这些呢 这些也不怎么好 怎么选一批料子这么难呢 您给自己选料子 都没这么伤心 永皇他嫁我母亲 我的心就软了 好像真的是自己的孩子 朕听到你说这些话 还真像个慈母啊 臣妾给皇儿请安 臣妾唠叨让皇上见孝了 这些日子 朕没来看你 你怎么想 皇上是觉得 臣妾自以为是吧 臣妾 原本以为 你说的那些话 会戳朕的心 所以朕 也就不予理会 可不知怎么的 朕想着想着 不知不觉就这么做了 只能这么做 给她点名分 给她点尊荣 哪怕什么都不说破 朕夜里睡觉 也会睡得好些 这些话 朕憋在心里很久了 再跟你说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 觉得朕很傻 是臣妾说了 让皇上为难的事 让皇上烦心了 这些为难的事 只有你会对朕说 除了你 没有别人 那天也是臣妾鲁莽了 但臣妾看皇上 总是惦记着生母的深沉 心里不忍 朕可以想 但从不能说出口 世间万物皇上都有了 千万别留什么缺憾 朕明白 朕明白你所做的一切 这些人 都是在弥补 朕心中的遗憾 可朕的生母 是朕心中的隐痛 朕敬她 爱她 也曾怨她 若不是她 皇阿玛 也不会不喜欢朕的 这不是李太平的错 我知道 只可惜 朕从来没见过她 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皇上弥补了自己的缺憾 也成全了臣妾的心愿 你知道朕 朕也明白 你一直想要个孩子 所以 朕只能暂时先给你个养子 臣妾当然希望 想要咱们的孩子 但眼下带着永皇也挺好的 永皇呢 这下看看她 永皇在你这儿睡得挺香的 永皇在你这儿睡得挺香的 皇上 臣妾日子也想 有一天有了咱们的孩子 就这样三个人待着 多好 会的 小王 不悟 你也不愿意 儿子 去了 去吧 去吧 学而为心 无意乐乎 永远方来 无意乐乎 人不知而不愈 无意君子 愿其为人也 好吃吗 嗯 娘娘每回来 二个都舍不得你走 母子怜心 本宫又何尝舍得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王公公怎么到这儿来了 皇上派奴才给二阿哥三阿哥 送一些薄荷生姜粉 防着中暑的 那大阿哥那儿呢 皇上最近常去延禧宫 大阿哥那份 皇上去的时候带去了 那就好 皇后娘娘 奴才有事要兵报 你们别跟着了 贤妃得宠 兼幼得子 就连养心殿的礼遇 现在都给她传递消息了 一个礼遇 你都防不住吗 奴才有心 为皇后娘娘办事 可怕这心有余 力不足啊 奴才白日里 得伺候这皇上 还得防着礼遇 得空还得打探着消息 回到屋里 病锅冷灶 炕冷茶凉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再加上奴才 这老妖旧疾复发 疼得厉害 您 您让奴才 怎么安心 效忠皇后娘娘 你可是有了 可心的人了 平日来传话的 都是怜心姑娘 这一来二去的 也算熟人 你若是喜欢宫女 本宫挑个年轻貌美的 给你 可怜心 是本宫用惯了的人 嫁了人也不方便 奴才是皇上身边的人 连心姑娘 是皇后娘娘的得理丫鬟 奴才和连心不是正好吗 再说日后 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 奴才传话给娘娘 岂不是更方便 奴才求皇后娘娘成全 奴才一定以性命报答 皇上 明日就永连第一日去 尚书房读书 臣妾想亲自送她去 皇后不放心吗 朕给永连找的 臣太夫和百太夫 都是博学鸿儒 都是朕挑了又挑的 永连年幼 有好的话 臣妾想亲自跟她说 好吧 皇上 那连心的事 皇后真这么打算 王亲对连心有益 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再说 连心也没有了父母 底下又有一堆弟弟妹妹 要她当差养着 若是能配给王亲 也可以继续在长春宫侍奉 也倒是成全了她的心意 可王亲到底是个太监 是她来求你的吗 她怎么好意思求臣妾 是臣妾可怜他们孤苦 才想让他们成个家 以后也好彼此有个安慰 这王亲虽说是个太监 可是她若真的能心疼怜心 也算是件好事 这事情啊勉强不得 得两个人愿意才行 皇后得问好了 那连心再做主啊 臣妾知道 当心这脚底下 嗯 永莲 你还没睡醒呢 今日是你第一天去上书坟读书 必得知礼明规矩 这往后卯出读书 未证二课散学 散学后席布设还数无间断 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 元代 端阳 中秋 万寿节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产 一年有五日可以休息 永莲 永莲 你是皇上的嫡子 更要勤勉耗学 虽然卯出读书 但是银正时分 你就要去上书房温书 皇额娘也会常问起你的功课 可不许偷懒 儿臣定不辜负额娘的期望 好 你听说了吗 皇后娘娘要把联心配给王公公 这也得两情相悦吧 你说联心会喜欢王公公吗 那怎么了 站住啊 王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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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呢 太监无妻儿 宫女无夫郎 我们结个伴怎么了 是是是 是是 这准公里面的人 才能得到主子的这个赏赐 你们有这个脸吗 是是是 你们有这个面吗 恭喜王公公 恭喜王公公 但是活给你们都派上了 干活去 是 是 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是 王亲看上联心很久了 只是皇后娘娘一直没有松口 如今不知怎么 就答应了 许是皇后娘娘想见王亲探听圣意 多重依靠 可她是皇后啊 何必呢 万人之上有万人之上的孤苦害怕 就像站在塔尖上 一阵小风都会变成大风 倒是苦了怜心 咱们挑点新鲜的薄荷叶煮水 永皇怕热 用这个洗澡凉快些 自从大阿哥来了 这里多了些欢快的声音 嗯 皇上昨天晚上说 永皇住在延禧宫 你也费心照顾 所以 打算给你尽一尽位分 便是贵人了 皇上这是看重长子啊 只是不知道谁有幸 可以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位皇子 那才真的是贵子 姐姐 加把劲啊 儿子请母亲安 请喊娘娘安 起来 好 怎么不高兴啦 那我们先用晚膳 用完晚膳 母亲陪你出去走一走啊 不高兴 母亲 二弟第一天来读书 陈太夫就夸他人后 有太子之风 母亲 做太子很好吗 为什么永莲可以做 我不可以 永莲是皇后娘娘的嫡出 身份很尊贵的 可我是皇阿玛长子 他们都说 长子应该做弟弟们的表率 太子不就是表率吗 谁跟你说的这些 我娘暂时说过 我娘说 太子也有许多是长子来做的 永莲 在宫里啊 子凭五贵 母亲和你额娘都是嫔妃 比不上皇后娘娘 所以你的地位 也比不上二阿哥 这话以后不许说了 说出去给自己招货 知不知道 你 儿子明白了 主 有哭声